你下次弄个馒头旧的 哥嘴里怕一会儿再咽 我们今天呢 这个换这个器皿呢 我们用紫砂壶来泡白牡丹 两位专家有要买的意思吗 喝了再说 因为我们老板 他是要钱的 你跟他说要钱我们就要命 你看我 马上你的白蚝就给新元行了 在润茶 润茶 在逛荡的过程当中 那叫晃 什么叫逛荡 在晃逛当中 白茶的汤色呢 其实呢是颜色很淡的 而且微微泛黄 这是呢当年的新茶应该是 那么白茶呢一般都说 一年茶三年要 七年是饱 所以说它又随着时间呢 它也有可以有后发酵的这个成分 所以越醇放 它的汤色呢越漂亮 从琥珀到酒红 都有 都有 所以这一泡茶呢是比较年分比较轻的 就是当年的新茶 听明白了啊 白茶泡完之后是红的啊 要好的啊 并不是说白茶泡完就是白的 这我知道 我是卖茶的呀 可是 可是你没喝过茶呀 我喝过茶 你琢磨搁在嘴里边那口水 哎 完事就验了 你哪见过呀 那倒是 这一泡的白茶品质也是比较好的 茶汤非常明亮 晶莹剔透 然后微微泛黄 鹅黄 所以这是白茶的茶汤的颜色 所以郭老师再来一杯 谢谢 谢谢 冷老师 好 谢谢 但它稍前就说明它这年分不够是吧 对 冷老师给个意见 挺好 非常好 一边客气没事咱不花钱 也许白茶呢还是很好的 您给这卖茶来讲一讲吧 这白茶有什么注意事项 我估计它都没见过以前 咱们喝的呢这个是白牡丹 白茶呢属于轻微发酵茶 稍微发酵一点 它就经过尾雕 起到一个发酵的作用 那么白茶主要产在福建 闽东地区 福顶 那么我们一般来说呢 最好的白茶呢 是光彩这个芽 这个芽头呢很粗壮 满坯白蚝 挺直如针 所以我们叫它白蚝银针 如果我们采芽的时候呢 又采了几片叶子 这个叶子衬托着这个芽 就像一朵盛开的牡丹花 我们就叫它白牡丹 您说是吧 是 你说实话你真听明白了吗 真的明白了 那好了 那么这个芽呢越来越少 如果我们采的 叶子采的多 那么随着这个等级的往下走呢 我们就叫它寿梅共梅 您这么一说 我就糊涂多了 别着急 这就慢慢来 不是一天就能记下来的 啊